我小時候 要看我小時候是幾歲 一千啊 還沒有念國小的時候 來岩城區像去國 因為國來平很多 國來平很多 外國人 還原也很多 所以在這邊就好像是一個 這個 來岩城區大概就像買護鞋 買一些商品都很炫 很新奇 那國小 國中以後呢 這裡岩城區就比較像是一個 有更多新舊交友 也有 還是一個非常具有 非常好吃的小吃 還有很多的 這個各式各樣的 這個國來平還是也是非常貴 但是現在的岩城區跟過去不同 因為我擔任代理市長之後 這個 海邊的圍牆打開 那現在其實就是一個 充滿年輕輕創 很多高雄的很多年輕人的一個活力 展現的一個地方 那也隨著時代的進步 其實把這個觀念做一個調整 以前是 國來平是外國的商品界 那現在是外國的觀光客文化 或者是更多的這種新情 以及新觀念的一個景 這裡是一個非常 很多 像我們帶來的一個新城計畫 就是有很多新創人創的電腦 去找到我們的戰略服務 這個 其實 你把它想成抽象的 創意創新的一個桿桶 其實 概念其實還是很重要 所以 我們也隨著像我們 那5G 要去維持 不管是這個藝營的倉庫 藝營的倉庫 即將要啟用 那也會有很多國際 台灣出名的這個設計師 也會見證 那還有鴻海的這個 智慧電波的研發中心 也會到延安城區 所以他會有不同的新時代 有不同的一些想像 我想延安城區 永遠是大家覺得有心情 創新的一個地方 好 謝謝 市長 怎麼看那個陳歐破案 因為鄭文燦今天說 政治人物不會幫詐騙集團背書 那會不會擔心說 引發股牌效益 政治人物就是要立法法律 打擊詐騙 好 謝謝 那市長 怎麼看侯友宜 下禮拜要來岡山造勢 我不選擇他 我都認可來高雄 謝謝 謝謝